我的桌子有点乱 摆了一些书 手机和平板的充电线 还有一些比较少用的杂物 我需要一个地方收纳它们 所以我想买一个柜子 放在桌子底下 在IKEA 我所定的是这款 TUNSTED抽屉柜 下面的开放式空间 可以放出 抽屉可以放些小的东西 最上面可以收纳延长线 当成充电区 其他抽屉柜 有的是太高了 没办法放在桌子底下 有的则是太宽了 会压缩腿部伸展的空间 决定好之后 就把这15公斤重的柜子 装进购物袋 搭上公车 硬是搬回家了 准备开始组装 这种风口真的很难拆 里面有一组抽屉滑轨 和两包零件 它们有些零件长得很像 所以先开第一包 不要开第二包 这是第一包零件的内容 在两块最大的板子上 有三个大洞的那边 是柜子的上面 把抽屉滑轨 对准中间的三个洞 用这种短的螺丝 把抽屉滑轨锁好 然后把这种长的螺丝 锁进这几个小洞里 两片板子的做法都一样 拿出这块板子 在侧边中间的洞插上木钉 另一边也是一样 然后插进其中一片大板子 后上方的位置 这个叫做偏心轮 把它的箭头朝下 塞进洞里 旋转180度锁紧 另一边也是一样 拿出有大圆洞的板子 在两边装上六个木钉 有贴纸的一面朝下 圆洞朝后 插进侧板的顶部 装上塑胶环 这是底板 同样在侧边插入木钉 在四个角落 锁上这种金属片 在四个轮子里面 两个附有固定装置 另外两个没有 同类的轮子 要装在同一边 有固定装置的轮子 要在柜子的前面 所以 安装底板的时候 要注意前后轮子的位置 这块狭长的板子 要在边角位置插上木钉 圆洞朝内 插在柜子前面顶部的位置 同样用偏心轮 固定这块板子 底板也锁上两个偏心轮固定 然后 盖上另一片侧板 对准孔位 完成整个柜体 接下来 插入偏心轮的时候 箭头都要朝上 不过 转180度锁紧的原则 是一样的 接着锁顶部的这两个位置 最后是柜子后面的内侧 接下来 打开抽屉用的第二包零件 拿出有钩槽和六个小洞的板子 锁上四根长螺丝 这是抽屉的侧板 在侧边中间的洞 装上木钉 对准钩槽的位置 插入侧板 用第二包零件的偏心轮 固定这两块板子 底板有个像是凹槽的地方 把它转到背面 从这个方向 插进抽屉的结构 把最后一片板子的钩槽 对准底板的边缘 慢慢转到正确的位置 插入塑胶钉 然后用偏心轮固定 把柜体立起来 拉出抽屉的轨道 打开绿色的固定开关 滑轨上有两个凸起的地方 安装抽屉的时候 要让它们插进抽屉上预留的洞口 先把抽屉往后推 再把滑轨往前拉 孔位对准 就会自然卡住了 最后关上绿色的固定开关 抽屉有缓冲功能 会慢慢关上 最后加上盖子 就完成了 虽然有点复杂 但不算很难组装 马上拔掉桌面上的充电线 把延长线穿过洞口 插进充电线 盖上盖子 充电线可以穿过两个角落 我把这里当成平板和手机的充电收纳区 把桌面上的书收到下层 但后面还有一大块空间 没有利用到 深度大约25公分 宽30公分 IKEA两种大小的收纳盒 都不符合宽度 无印良品的化妆盒 两个并排 正好30公分 看看我怎样增强收纳功能 我把比较少用的牌卡 专辑和其他东西 放进收纳盒 因为不常用 所以放在后面也没关系 然后加上书档 确保书旁边的收纳空间 抽屉空间比较小 我用整理盒做分类收纳 宽度正好可以放两个4号整理盒 我把常用的小东西 依照用途分类收纳 整理盒塞不下的地方 也是一个收纳空间 最后加上挂钩 我用的是这款门后挂钩 注意不是这款 因为它是比较薄的门板用的 这款挂钩放上去刚刚好 先挂条擦拭布 以后再想要放什么 就这样完成了我的桌下收纳小空间 桌面上少了许多东西 终于能呈现出我想要的干净 极简风格 未来我也会继续努力 让自己的房间变得越来越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